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内的USB端口提供播放音频 兼容设备连接 充电等功能 我们在前面板配备了如下USB端口 在扶手箱背面配备了如下USB端口 标记为闪电符号的端口 只能用来为设备充电 不能播放音乐哦 前面板的此处USB端口除了播放音乐 充电等功能 还可以连接百度CarLife Honda Connect制导互联系统也集成多种媒体服务 利用语音助手可以播放您想听的音频或音乐 也可以根据您的喜好使用QQ音乐 云听 喜马拉雅等增值服务 在多功能综合信息屏您可以使用多种音响设备 连接蓝牙后可以使用音响系统聆听手机上的蓝牙音乐 连入U盘可以播放里面的音乐文件 在您的智能手机上 以安装百度CarLife应用程序的情况下 通过USB端口将手机连接至系统 可进行拨打电话 聆听音乐 查看地图等操作 如果在行驶中不方便操作 您也可以按下方向盘上的语音按钮 语音操作百度CarLife 这样更安全哦 根据以上示例 对于不同的媒体员 我们都可以通过标题区的媒体员图标来切换 除此之外 当iPhone与车载蓝牙系统配对时 您还可以使用方向盘上的语音按钮与Siri说话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方便有趣呢 快来使用我们的音响系统吧 让您的驾驶更加愉快